火光四射,大地崩裂 一只未知的怪物袭击了纽约 人们四散奔逃 有人拿出摄像机想记录下发生的一切 但未料到摄像机里的内容暗藏着事情的起源 罗伯是一个有为青年 因获得公司高管职位 他即将被调去日本 弟弟为他办了场践行派对 朋友们在摄像机前送上祝福 这时罗伯的前女友小贝也来了 由于他带着一个新男友 罗伯有点不快 他独自喝闷酒 弟弟和拿摄像机的好友见状 便把他拉到屋外安慰 两人都表示 如果罗伯还念旧情 就应当主动追求他 忽然一阵巨响传来 全程停电了 三人赶回屋内 随着应急电源启动 电视上播报新闻 纽约遭到了不明原因的震动袭击 罗伯有点担心 便和大伙来到天台查看 突然远处发生爆炸 巨大的碎片像陨尸般砸来 人们惊慌失措 赶紧逃到屋外 街上充满了推草的人群 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紧接着 一个巨型物体从天而降 竟然是自由女神像的头 背后 高楼开始坍塌 烟尘滚滚而来 人群尖叫着逃跑 罗伯抓上同伴 躲进一家便利店 一阵昏天黑地后 便利店被震碎 罗伯酿呛着出门 只见整座城市 已经成为了废墟 一名派对上的朋友 找到他们 他喃喃道 是怪物 怪物在吃人 罗伯一头雾水 一行人随着人潮涌动 他们询问警察 但警察也不清楚 只是让他们撤出城区 很快啊 罗伯一行人来到桥上 这时电话响起 是小贝 原来因为尴尬 他早早地离开了派对 恰巧遇上了袭击 现在他被困在公寓 动弹不得 罗伯已经急了 打算去救小贝 这时 大桥整坐塌了 罗伯的弟弟身亡 大家发疯般地朝入口跑去 冲回了城区 街上乱作一团 弟弟的女友情绪崩溃 罗伯脑袋也一团乱麻 他跑进商店 准备拿手机电池 摄像机 拍到新闻 可怕的一幕出现 原来袭击纽约的是一只 体型庞大的怪物 他在高楼间穿行 同时产下小型的寄生虫 攻击人类 军队刚刚进驻城区 正跟他们战斗 一行人回到街上 好友很着急 打算找个地方躲起来 可罗伯坚持要去救小贝 他尝试报警 但电话无法打通 好友扭不过他 决定陪他同行 突然怪物出现在前方 导弹呼吓而过 军队从他们身后冲来 开始跟怪物火拼 一时间 火光四射 碎石飞剑 一行人吓得快疯了 他们冲进地下道 来到了地铁站 还好啊 这里并不拥挤 大家稍作修整 平复了一下情绪 这时罗伯提出 地面太危险 他们不如从隧道 走到小贝那里 大家表示同意 众人踏入黑暗中 可每走一会儿 稀疏的声音传来 好友把夜市仪打开 只见天花板上 全爬着寄生虫 众人慌忙逃窜 寄生虫紧追而上 好友被扑倒 有伙伴冲过来 救下了他 鲜血溅在镜头上 伙伴被咬伤了 罗伯奋力踢开寄生虫 把伙伴扶起来 一行人逃到出口 用力关上了门 众人气喘吁吁 有伙伴已经被咬伤了 罗伯不想让朋友们冒险 打算独自前行 可大家不放心他 于是四人又一起往前走 忽然 前方亮光出现 一队士兵赶来 原来这里是个临时救助点 罗伯向他们求助 但队长表示 现在情况一片混乱 他们顾不上 就小贝这样的个体了 实际上 他们已经打算撤离 这时 之前被咬的伙伴 说身体不太舒服 医护人员惊慌不已 迅速把他带走 罗伯等人急了 可还没反应过来 伙伴整个就爆开了 现场十分混乱 士兵带着幸存的三人 想让他们撤离 这是一个好心的士官 打算放他们去救小贝 但他警告 如果情绪持续恶化 政府就会炸毁纽约 若他们救到小贝 务必要在六点前 赶上最后一半直升机 罗伯表示感谢 三人匆匆离开救助点 不一会儿 小贝的住所到了 由于大楼已经倾斜 三人便从隔壁大厦进入 来到顶楼后 他们小心翼翼的爬到对面 一番费劲的操作后 他们终于来到小贝房间 而小贝此时已经被钢筋刺伤 三人合理帮他脱困 包扎好伤口后 四人急忙想下 很快来到街上 怪物嘶吼着 情况持续焦灼 他们赶到直升机处 一名伙伴先上了直升机 罗伯等三人坐成下一班 空中直升机飞过废墟般的城市 战斗机投放炸弹 一片火光中怪物倒下 大家激动的大叫 以为怪物凉了 下一秒 直升机被打中了 飞机迅速坠毁 飞行员当场身亡 幸存的三人挣扎出来 好友和小贝扶起受伤的罗伯 这时好友发现摄像机掉了 他回去拿 突然怪物冲过来 好友吓得瘫倒在地 怪物盯着他 一阵天旋地转 摄像机掉下来 好友当场去世 罗伯捡起摄像机 和小贝夺命狂奔 他们来到一座桥底下 此时爆炸声响起 来不及了 罗伯和小贝含泪拥抱 他们在摄像机前 描述了这起袭击事件的经过 希望有人日后发现 猛然间爆炸发生 石块落下 全局中 科洛福档案 是2008年的一部灾难惊悚片 表面上看 它只是一场冒险经历 并没有讲明灾难起源 但若仔细研究对象 你会发现 里面大有玄机 实际上影片开头 罗伯任职的那家日本公司 就是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 本片采用的是 伪记录片风格 为了给观众营造真实感 在上映之时 制片方就在系里系外 放了许多彩蛋 故事中 真正的主角摄像机 最后被美国国防部捡到 而摄像机里的内容 除了灾难当时的记录外 也包含了罗伯和小辈 还是情侣时 外出游玩的录像闪回 在其中一个闪回中 我们发现 背景中的海洋 有一个不起眼的卫星坠入 通过官方给出的彩蛋网站 那个卫星所属公司 正是罗伯任职公司的母公司 它是一家海底探测公司 正因为它近期的一次活动 放出了沉睡已久的怪物 而这一点 在故事中也有暗示 首先 录像好友随口猜测过 这次的怪物可能来自海洋 其次 在正面面对怪物时 我们也发现 怪物身上 有像鱼鳃一样的器官 这几点 都能与彩蛋信息吻合上 不得不说 这部电影在创意上 真的是别出心裁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